嗨 各位Crazy老王Crazy属前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8月31号周一 也是8月的最后一周 最后一天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今天的8月呢 完美收取 因为今年的8月创下1984年以来最好的涨幅 大概在7% 84年的8月呢是涨了10%左右 在此呢 我要感谢各位 Crazy老王Crazy 属前的朋友们 或者说嘲笑者们都是对我一种鼓励 都是对我一种鼓励 我也要感谢在网红上 我经常看一些网红 有些网红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在此也感谢这些老师朋友们的热情鼓励 也非常感谢大家来看我的节目 那么我的insight和一些老师啊 大宏观啊或者说其他什么 都有不同的可以参考的地方 首先呢 我觉得我们做人呢 最主要是感谢 感谢大家的付出 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所有的朋友 对我们的支持鼓励 宽容 我们也一定想多赚钱 来回归大家 那么希望大家点赞加订阅加小铃铛 这是第一件事 因为咱们这个昨天的收视率非常非常高 咱们这个收视率呢 网红呢 应该说这个YouTube的节目的主要的核心的一点呢 就是在关于这个苹果和特斯拉的分股 我们和外面很多网红做的都不大一样 因为2000年的时候 我正好在美国市场1993年95年开始进入美国市场 当时什么Iomega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 这个亚马逊 雅虎2000年 那么分股以后都有不同的表现 那么今天的分股呢 今天就 可以说吧 就三只股票 独领大局 今天这个大盘啊 大家看一下 今天这个道琼啊 是道琼呢 是下跌了223.8 大家知道为什么会下跌那么多吗 其实如果我们细看这个道琼啊 就发现 除了1234567 七只 其中应该说123456支 五支 是高科技股之外呢 其他都是全 全部下跌啊 像波音的话 更跌到171啊 完全没有出现 啊 所谓的这个 啊 这个 疫情股的一个反弹行情啊 而是苹果今天因为他分股以后呢 他的权重啊 有所减少 如果他还是400多不分股的话 那么今天道琼是涨的啊 CRM今天涨了一块五毛 啊 然后啊 这个CRM后来尾盘还还不断走高 他的业绩实在是太牛了啊 但是呢 没有没有去创下新高 只是啊 在高科技的带动下呢 他今天涨了一点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亚 Imagine Imagine今天也是涨的啊 Cisco是涨的 那么其他都是跌的 所以道琼今天是跌了啊 差不多200 200多点吧 主要原因呢 就是高科技对他的影响 都是比较糟糕 都是比较少的 大家可以看到波音 Visa 迪斯尼啊 特别迪斯尼呢 今天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 三块钱的一个下跌啊 应该他是一个复苏股啊 在我对复苏还充满希望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啊 迪斯尼呢 在拐头 波音在下跌 这些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啊 因为波音 然后JP Morgan也是继续来回往下 往下坠啊 JP Morgan又回到100块钱 这些都不是很好的现象啊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标普呢 由于这个纳斯达克对他的影响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今天的跌幅呢 是0.22% 但是纳斯达克一支独秀 在特斯拉 在亚马逊 在Apple的带动下呢 今天上涨了0.68% 所以两三支股票里面 两支啊 是分股的股票 所以这个分股的strategy really works out 越涨越高啊 很多朋友在日子过得很快 一下子老王都变成50岁的老头了 原来是小王吧 对大家说的很对 那么小王的时候呢 在很多股票分股 分股呢 大家作为一个话题啊 就是不断的在炒这个分股的概念 那现在 今天早上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全部当机啊 这个 我今天为了这个 还买了不少股票啊 这个Robinhood全部当机 Chashwab TDMT 那么基本上集中在六点半 九点半这个开盘时间 这个所有的这个数据库啊 就是全部 全部不行 因为你你这个网站 一下子有比如说50万人 全部在六点半登陆 开始炒这个股票 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已经好久不见了 已经是 应该说好久好久之前 才有这个 疫情很火爆的时候 二三月的时候 才有 才有这种情况啊 才有这种情况 那么 那么今天呢 这个特斯拉和苹果呢 都是完美的 这个结局啊 这个对特斯拉在宣布分股以后涨了整整百分之六十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参加我们的会员啊 因为我们今天的会员呢 昨天叫大家来听这个观摩啊 一下子呢 就是差不多有百分之 很多人来来听啊 今天啊 大家也赚到钱了 因为特斯拉在 这个 突破的时候呢 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特斯拉 我们把extension hour拿掉啊 特斯拉今天开盘呢 是属于啊 这个 应该说是低开 然后这个 当这个三角形突破的时候呢 那很多朋友说 我老王 我今天来观摩 你做了啥啊 今天这个 在突破这个的时候呢 老王做了一笔这个齐全啊 五口齐全 而且蛮狠的 五口齐全 很快就 就赚了 走人了啊 然后呢 股票也买了 因为这是一个大的 一个breakout 今天开盘呢 是 应该说开在 9点钟 31号啊 是在这个位置 今天是31号 开盘以后呢 突破了啊 来看一下 30分钟图 啊 是突破了 这个 呃 是开在这儿啊 高开 这个是28号 今天是高开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 老王呢 提醒大家呢 做多啊 做多 因为breakout啊 这个一breakout呢 到了 啊 接近500块钱 等乘以5的话 等于是2500块钱 啊 所以整整涨了百分之 60 70多啊 应该是60多 从这个宣布分股之后 所以特斯拉这个股票啊 还是大家呢 要把握啊 很多人叫我特斯拉王 用的我很不好意思 也有些朋友呢 来批评我说 老王要双吃啊 异于双吃 会不会 把自己的嘴搞 搞臭了啊 啊 我觉得 然后呢 不断的说我那个 8月份买的那个科达 我觉得他的炒股的朋友啊 我们 Crazy老王 Crazy鼠钱 是一个炒股的一个节目啊 不是一个投资的栏目啊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大家就要 快速的止损 快速盈利 或者 用各种方法 把自己的账号做起来 那么我个人觉得 这个不是投资 你说柯达 这种股票 跌下来 你不止损 你早就灭了啊 账号都翻了啊 这个 这个 呃 为什么我这边 啊 一直跟大家讲 要止损 因为你不止损的话 你很难炒股啊 对吧 你就算有十只股票 给各个都给你命枪 命中 涨百分之一百 只要有一只股票 就可以把你全部打掉啊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呢 我们的观众朋友 也给大家 我不知道你的 你也可以办个专栏 我也喜欢去听 啊 我也喜欢去听 但是呢 我不会评论 我也不会损你啊 好吧 那么 我希望就是 大家呢 在所有的网红 有的网红长得美 有的网红长得好 有的网红推荐股票 那么我呢 是属于啊 关注啊 给大家一些老头的经验啊 特斯拉分股 Apple分股啊 这些 这些利好的东西呢 我都跟大家啊 这个 分享啊 苹果呢 今天呢 可谓说啊 啊 非常非常的不错啊 重复到这个位置 很多人说老王 你从来不做苹果啊 因为我做特斯拉就可以了 啊 所以今天 所有的会员嘛 都非常非常满意 大家还在 1点钟 4点钟以后呢 还跟我一起 啊 做外汇啊 We will see 这个鱼 一条鱼呢 特斯拉这条鱼呢 UVXY这条鱼呢 我们都吃了啊 吃得非常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要看这个 啊 这个 外汇这条鱼啊 能不能吃 那很多朋友也 加了我的 也来听我课 也去开户啊 想了解一下 那么这个和 DXY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DXY有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今天的话题呢 是聊了一下 今天的一个市场 第二呢 我们聊了一下 特斯拉和 Apple以后的 分股效应 啊 这是8月我们赚钱的 重要因素 那么面对9月呢 我们会怎么说呢 就Larry Williams 在昨天的周日的 他的视频当中表示呢 他现在非常担心股市 因为股市呢 好像就几只股票 那么无论是苹果呀 还是特斯拉呀 他们的这个光环呢 迟早要退去 那么下面接盘的手呢 就是FB呀 Microsoft呀 选的呢 都已经涨得差不多了 那么下面呢 有谁来做啊 那么从最近的UVXY 与大盘一起走 特别是UVXY 我昨天重申啊 现在已经来到23.05 这个UVXY将是9月份 一个非常灿烂的明星 甚至他有翻倍的可能 我不认为 现在的大盘呢 将继续啊 向这个 新高冲去 也许10月 或者10月中 但是呢 我觉得呢 会有一次比较大的调整 而这个UVXY 恰恰比这个SPY啊 比这个 应该说比这个QQQ啊 更容易 让我们去操作 同时呢 特斯拉 虽然在近期涨了那么多 但是我认为 特斯拉 涨了太快 今天Elon Musk 已经超过了 这个巴菲特啊 成为第三位 全世界最有钱的 全世界第一名 是Jeff Bezos 第二名是 比尔盖茨 第三名 Elon Musk 第四名巴菲特 让特斯拉涨到这儿会不会跌呢 会不会跌呢 你看它成这种走法 那还能涨吗 所以呢 9月份呢 将就是明天 将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天 那么第三部分呢 我想跟大家点评一下 这个Zone啊 这个Zone啊 太吓人了啊 我业绩啊 我跟大家点评一下 因为 好像 讲这个Zone的 不多啊 Zone呢 在盘后呢 涨到403 404块啊 这个股票呢 如果按照它的 两块多的 这个 预测呢 这个股票啊 上千都可以 因为 它这个业绩 6.6亿 而前面是3.28 这种业绩呢 我只有在这个Target 或者说 Overstock上看到过 这个1.8亿 然后一下子穿两毛 赚九毛 它赚翻了 赚翻了 所以它这个 未来的走势啊 还是非常值得期待 甚至还有 分股的可能 现在 苹果 Apple 特斯拉 都分股 分股 那么下面有很多公司 我看到的一些股民 完全是一些新股民 I cannot believe it 我无法相信 有这么多新股民 对分股 它也搞不清楚 包括媒体 对分股 似乎已经20年前 CNBC的这些 这些哥们 都不存在了 你知道吗 08年以来 就是谷歌 就是倡导的 这个永远是高位 高价格 亚马逊 亚马逊今天 推出了一个 这个无人驾驶机的 运输的一个番号 FAA 就是美国航空监管 给了它一个番号 这样它会无人驾驶 这个亚马逊啊 这个今天也是 新高啊 新高 所以呢 我觉得呢 这个后市啊 将会非常非常有趣 来看一下Apple 分股以后 好 这个分股以后呢 我觉得呢 在这种位置呢 大家要谨慎了 再谨慎了 特斯拉 特斯拉 这种值的走法 要小心啊 特别到了500多啊 500多 什么时候做期权 什么时候不做期权 什么时候做股票 老王并不是每天都在做期权 像今天这种行情 到了500多 你做期权 你要非常非常快 你也可以做 看跌期权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调整 调整的时候 我们可以赚钱 所以面对九月呢 我是非常非常exciting How about your guys 大家信不信奋 那么如果大家希望得到明天的老王的直播的邀请码的话 欢迎大家加微信 有的朋友呢 因为我们每天呢只有20个人 所以呢 大家可以拨打800958 或者加 CrazyMrWayne2020 获得这个邀请码 今天如果你参加邀请码的话 应该赚到1000块钱 因为你看着老王 今天 我再来看一遍 因为老王今天 没有做苹果 我来回顾一下 苹果 特斯拉 最后节目 那么老王的 希望大家点赞 那么老王的今天开盘呢 这个是今天的30号2831 这个开盘 大家看到这个下降 下降通道被冲破以后 老王就是给了一个买进信号 好来看一下Apple 所以所有看邀请码的朋友都在这个点 听到了老王买进五口特斯拉的一个扣 那么你如果拿真的拿到497的话 就就就就 不得了啊 不得了 好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苹果今天 苹果今天高开 然后高走 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大家抢筹码的时候 今天的量也非常大 因为是今天是第一天封股 好 看到苹果就是一轮接一轮的 不断的 这个风骨以后 不断的冲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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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和特斯拉走出了一样的节奏 好 明天就是9月1号星期二 如果你想在9月开始开门红的话 欢迎你跟我联系 然后呢 你可以观摩我 然后呢 我们也做很多不同的一语两次啊 其实我们的节目非常非常棒 欢迎大家加邀请嘛 赶快加入会员 这个会员没多少钱 但是我们可以帮你盈利 我们可以让你在9月获得很好的回报 金 银石 银酒金石 We will see 好吧 谢谢大家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晚 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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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